好我们来关系一下最新消息 新北市14岁的蒋姓少年呢 他前年跟20岁的杨姓女子交往 那么女友怀孕之后生下了小孩子 原本期待是圆满的家庭 结果去年呢双方闹翻了 15岁小爸爸因为也没有奶粉钱 而去刑场遭到逮捕 那么女方的部分呢 现在又因为了跟未成年少男性交罪 又被起诉了 那么最新情况呢 我们交给记者杨荣告诉我们 好主播新北市一名15岁的蒋姓少年 前年呢和20岁的杨姓女子交往 那自幼家庭破碎的他呢 在女友怀孕的时候呢 坚持要生下小孩子 那希望呢能给孩子圆满的家庭 没想到呢去年双方闹翻 15岁小爸爸呢 为了愁奶粉钱行抢而被逮捕 那女儿呢也被女方给带走 杨姓女子呢则因为和未成年少男 发生关心被起诉 那昨天法院呢 轻判四个月徒刑 而且予以缓刑 小爸爸得知之后呢 表示虽然两个人的缘分已尽 他还深爱女友 但现在呢最大的希望呢 就是女儿 希望打算尽自己的本分 好好工作存钱 两年后呢将女儿给接回来 那现在小爸爸呢 目前呢是在工厂工作 努力存钱 那昨天小爸爸呢 原本想打算到女方那边探视女儿 不过却被女方家人拒绝在门外 那另外呢 女方这边呢 得知她的女儿获得缓刑 杨姓母亲呢 也欣慰说不用被关就好 以上是现场为你 掌握最新情况 主播 好我们感谢杨荣 带我们了解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帮这个小爸爸呢 在家加油了 我们下期再见